贵州出现神秘龙蛇 尖嘴猴腮却能控制山洪爆发 村民见后当场大喊 龙王爷 当时老孟发现这条神秘的泥丘之后 当时就觉得奇怪 听到山洪爆发后 老孟此时也顾不得大泥丘了 牛脸转身就跑 一旦被山洪追上 自己根本就没有逃命的可能 足足六里第三路 老孟就这样一路跑下了山 村里人看老孟气喘吁吁 趴倒在地 上气不接下气 众人这才打把手 将老孟给缠回了家里 后来老孟平复心绪后 这才将自己的遭遇娓娓道来 村里的高龄老人一听 急得直拍大腿 这就是乌求龙蛇 是我们的龙王爷啊 得知老孟见到乌求龙蛇后 没有祭拜 村里人慌得不行 都在传言说 马上就要有山洪发作了 果然在第四天头上 电闪雷鸣 村里下了一夜的暴雨 山洪爆发 冲毁了一小部分的破旧房屋 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村民们整天下的魂不守舍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同样的山洪再来一次 那这座破旧的山村 很可能顶不住了 就在村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隔壁几个村子 也发现了类似的乌求龙蛇 村民们吓坏了 赶紧请来专家 希望能帮助村民破解 这个无法破解的困局 专家临危受命 特地实地查看 可他们却认为 根本没有能控制山洪的生物 百姓们看到的乌求龙蛇 可能就是一种未曾谋面的罕见生物罢了